原标题 古代皇帝洗澡的时候 是由宫女伺候还是太监伺候 很多人都想错了中国古代帝王无数 其中有能者众多 而无能者却是占了大多数 按理说 皇帝的地位已经是万人之上 没有日子的地位 任何人比之权力更大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许多人来说 洗澡都是一件极其野丝的事情 对皇帝来说 自然也是如此 普通人洗澡都要顾及礼义两尺 男女混浴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不会发生 皇帝权力这么大 但也不是说 就可以不顾及礼义教会的 那么问题来了 皇帝在洗澡的时候 到底是让太监在一旁帮忙呢 还是让宫女在一旁服侍呢 当然是太监了 对于皇帝来说 脸面也是很重要的 正如李世民就是一个极其重视名声的皇帝 唐太宗的一生污点很少 正是因为他时刻注意小心 普通的帝王又如何呢 虽然做不到唐太宗这样每日三省 但也不治 于在洗澡这种事上 让宫女服侍 一个不小心 就会落得一个淫乱的名声 宫中的制度是很严格的 虽然帝王权力无边 但是也是需要注意形象的 如果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名气搞臭了 虽说响乐 但却一臭万年 这是绝大多数皇帝不希望的 不希望不代表没有 商之王 汉成帝 都是淫乱的一分子 特别是北齐 更是被称为秦寿王朝 这些帝王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及 他们的生活相当淫乱 不仅仅是让宫女服侍沐浴这么简单 更甚者会让男女共同裸露着一起沐浴 当然 古代的帝王也不都是让太监服侍着沐浴的 偶尔也会让自己的老婆帮自己洗澡 比如去往某位妃子的住处时 就会让他帮自己洗澡 这样也不会落下口舌 再者 虽然古代的帝王大多子女成群 但皇家的血脉也不是随意便流出去的 像洗澡这种事情 皇帝自然需要小心谨慎地进行 如果让宫女帮自己洗 早 一个不小心还真容易出事 那样一来不仅自己的名声会烂掉 或许还会留下笼肿 随便留下笼肿这种事自然不行 每一个妃子都是皇帝精挑细选出来的 随意邻姓宫女 是一种对皇族血脉不尊重的行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Golf